您看她的眉眼长得多像您啊 是啊 眉眼像朕 不过这面庞生得像你 好啊 一看这端正方圆的 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好好养着 朕会常来看的 臣妾谢过皇上 臣妾一定会为皇上 养好永章和永荣的 好 皇上您看她笑了 娘娘 都已经到了中翠宫 怎么不进去看看淳妾母子 本宫看着皇上陪淳妾的样子 就好像回到本宫生影帘的时候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子天伦之乐 本宫走进去 只会觉得突兀 话不是这么说 淳妾就是有再多的阿哥 那也是数字 您有什么可羡慕的 娘娘 您的足胎药 苦得很 娘娘味增药效 按着药方添加了足足一倍的药量 味道是苦些 这是长白山最好的人生 夫人特意寻来的 上回送来的阿娇和陆荣 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皇上常来 可本宫就是没有动静 本宫也是担心 自己年过三十不亦有孕 所以才加大了药量 还是淳妃有福气 一下子就又有了阿哥 娘娘别急 这些年咱们这么补着 一定会有动静的 可是都这么久了 怎么能不急呢 永皇已成婚 这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生下皇长孙 可本宫的蹄子还没出生 额娘每次进宫都催 本宫也是心急如焚啊 长子年长 幸好不得宠 取得福尽 也是小门小户的 永皇曾养在贤妃膝下 被他怂恿争宠 才有了夺嫡之心 永皇的生母难产而亡 当年倒是没有什么流言 可这些年 渐渐却有了一些揣测 以为是本宫容不下他 这话要是传到永皇耳朵里 他会不会信以为真 永皇要是成了太子 本宫怎么能安心 就是因为大阿哥长大了 还有那野心之人 借着哲妃之宫做文章 想要争太子之位 奴婢真是替您不平 明明没影的事 怎么都赖上咱呢 哲妃生女难产 亦是两命 还让人疑了 是本宫做的 只能占下咱们 赵妃之 بد 是以赵妃之위 是一命 他能力 是一命 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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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赵妃之餬 你能不能做的 你们要 我更争 不但武者 您能够 按住 这药量足足加了一倍啊 是皇后娘娘吩咐的 娘娘 您只是太心急了 齐太医 本宫的身体到底如何呀 娘您奉体本无大碍 微臣给您开了 坐胎催运的药 那都是最适合您体制的 您可不能加倍服用 您是否 私下又服用了 大量温热的补品呀 娘娘是心急了一些 大量地服用了 阿娇 人参和陆蓉 这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呀 那会使得其反的 娘娘您一心求此 微臣给您开了 坐胎催运的补药 那都是最适合娘娘体制的 您若是韧性进步 会导致气血上氧体热流血 要是伤了元气吐血 那就再难不咎了 齐太医 您说句实话 本宫已经年过三十 到底还能不能有孩子了 娘娘 年龄不是最主要的 这一点您大可放宽心 您就记住一点 有私才是最上身的 只要您放宽心调养 那怎么能没有神韵呢 一定会有的 那本宫就托付给太医您了 是 你们先都退下吧 是 是 齐太医 近来贵妃如何呀 皇上不让太医取一致 但是微臣值得贵妃的兵性 熬了这两年了 怕是熬不过今年冬天了 我心 我冷 我冷 金碎雪大天寒是难熬了些 奴婢再给您挂个汤婆子捂着 兴玄 去把那个汤婆子拿来 是 皇上 皇上还没来看我吗 皇上正务繁忙 得空会来瞧您的 皇上 你把我给忘了 不会的 卓 皇上 这药已经热了好几回了 您趁热喝吧 身子养好了 您才能好好伺候皇上啊 我活不了了 我现在跟个活死人有什么区别 竹儿 您别这样 奴婢陪着您 您的 您的 皇上 高宾夫妇要送了东西给贵妃娘娘 还问起贵妃娘娘的身体 奴婢回了 说贵妃娘娘末病数年 皇上一直堪顾 好 下去吧 是